有些人就说 秘法跟显教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我就谈一点点秘法 因为这个在一般的书 可能比较不容易看到 在秘法里面 一开始基本上就叫五轮 五轮就地水佛风空 那我这一身 就是五轮身 我这个身体就是五轮 五轮就是五大 五大所成 那从下面呢 就是五个种子 五个种子分别代表 地 水 火 风 空 就在你这个身体里面 那一样的 你要修行要怎么修 常常有些人就静坐也不会坐 那为什么地在最下面 因为地最出众 地要支撑着你 所以地在下面 所以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有烦恼 常常就是把他弄颠倒 你最上面是空 来气 来火 来水 来地 你就安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空融入气 气融入火 火融入水 水融入地 坐在那边 如如不动 而且整个就空掉了 它既稳定 然后又没有 又没有直爱 那我们如果不懂的这个 然后常常在那边饶动 常常在那边饶动 而且 人家说 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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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就是要把那个本来水 如果大家去洗过温泉 你可以去体验看看 比如说 进过那个四十几度的温泉 然后泡到十几度的水 在那边泡来泡去 泡来泡去 泡到最后你看 热也不热 冷也不能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 都是相对的 那你在这种转换之间呢 这个身体在一胀一缩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要打通你的经脉 就在排毒 所以为什么泡温前会对身体好 其实是有道理的 就经过这些大自然里面的一种存在 我们只要善用它 尤其像东密 常会修那个 在瀑布下面冲 以前那个不动 不动式那个住持 唯利劳上 他们就 他就会带很多学生去冲瀑布 那拍的相片里面 又拍出那个 瀑布里面拍起来 然后后面有火 火凤凰 就不动冥王的那个 那个符号在后面 这个当然也都是 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 但为什么会显那个像 当然就有 有那个因言就会显那个像 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千万不要 哦 我要拍出那个 就是他修的多好 不要不要那样想 在那时候很好 但是平常还是不太好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知道 我们心里面既敬重 然后不会执着 我们现在就一个假像 然后就把凡夫当成圣者 你就不能容忍 他的习气跟业力 那反过来讲 我们都知道 他可以一瞬间成佛 那也可以一瞬间就下地狱 因为他这个生命 还是一个缘起的生命 随时生命在转化 所以他现地狱像的时候 你心里也不要紧张 他现佛像的时候 你也不要太崇拜 这样子的话 我们其实看别人 学别人 是要拿来自己用的 不是要 这个是佛 我就天天理佛 你天天理佛 也不会变佛 也不会成佛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是要拿来用 一样的 既然我们是五大所成 怎么样善用这五大的体性 就他本来的 我们说地是尖 水就湿 火是软 风是动 尖湿软动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怎么样子 善用这种东西 来修持 然后回归到 他本来的样子 也就让四大能够调和 那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懂这个 那你地要融入水 水要融入火 火要融入风 风要融入空 你也可以运用 甚至随着那个声音 随着那个声音 随着那个观想 我们可以想一想 你只要眼睛 稍微往上提 你现在可以试看看 闭着眼睛 然后眼睛稍微往上提 这时候你感觉到什么 就是空的感觉 其实蛮好用的 蛮好用的 你静坐 然后轻轻的眼睛往上提 你就会感觉有光 有空 那空灵的感觉 它就会出现 好 那一样的 我们在喉沦的时候 你往喉沦这边一观照 它马上会有 气定神弦的那种 我们说气 它本来是煽动的 你把它一守起来 就把它一安定 你就气定神弦 很自然的 很自然就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为什么要静坐的时候 为什么要 寒压猴结 其实就是要让你气定神弦 那你到心 心是火吧 心充满了大能量 所以你要修 照见无音皆空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心 所以当你住在心的时候 你会发觉 整个平等平等的 而且很变满的一种绝躁 就会出现 然后到水大 水是流动 湿的 湿的东西 所以我们 一般身体不好 都是湿性的身体 阴性的身体 这个身体就会不好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水 给稳定 所以为什么要关走火 其实要慢慢的那个水 湿加上暖的作用 你身体就健康了 一般的湿都比较属于 阴性的体质 这时候我们要加一点点 能量 火在里面 虽然是水 但是变成温水 所以对身体 最好的饮料是什么 温水 温水 不是很有营养的 什么果汁 那个其实都不是 不是那么健康 当然它有它的养分 但对我们身体来讲 常会有负担 不管咖啡都好 茶都好 还是白开水最好 白开水是 温的白开水最好 不要喝冰凉的白开水 你本来湿气已经够重了 你还用冰的下去 那就更阴 更湿 所以不要随便乱吃饮料 尤其喜欢喝那个冰凉的 那对你的身体 现在你年纪还轻 那火大还够 能量还够 没有显现 没有立即显现出 它的过失相 但一段时间你慢慢累积 那时候要觉醒 要后悔 要补救 都太慢 因为它已经真正成病 而且是定性的病 当然没有什么定性 你如果好好修 还是可以转 但是我们现在的业力 都挡不掉了 你要到时候 又怎么用倒立来 改变那个已经很严重的业力 现在都还不太严重 你都没有办法制止自己 你以后怎么制止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懂就是 比较不会犯错 我们常常是明知故患 明明晓得这个不行 但是还是逞一时之快 没有问题 我现在哪有问题 到时候你就知道 你看别人修得好 不是天生就修好 没有天生的世家 都这一世 一步一脚印 慢慢累积上来 所有的界定会 都是这样一分 一点一点的累积的 你只要掉以轻心 你一下子就破功了 所以没有 休闲还是要随时保持绝躁 好 大致上介绍这个样子